人籍稀小的香港墳墻 埋葬了前政府官员 全教士和駐港英军 这里的小教堂 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研究香港市的市民会专程来看 不过很少人会留意到 葬在这里的英军 和他们所经历过的事 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来香港不够两个星期的Colin Workman 爬上海拔四百九十五米的狮子山 他是英军又是拆弹专家 这日的任务是上狮子山顶 拆除土制菠萝 Colin受过拆弹训练 上午已经在山脚拆了一个炸弹 他单人匹马 走上这座以斗翹著名的地标 走到狮子头 找到被五块木板围住的包裹 木板上面写着 打倒港英等等煽动语句 外面有三面红旗用铁线拆在一起 只是用眼看 Colin无法估计装置威力有多大 当他下手插包裹的时候 炸弹爆炸 冲力很大 他整个人被抛落三百尺原崖下面 经时拍陆军医院的医生 马上坐直升机赶到现场 抵捕的时候 Colin已经伤重死亡 Colin Workman 低属皇家陆军军械兵团 和太太Marine都是北爱尔兰人 他们在军队认识 又一起调到新加坡基地服役 6、7年8月中 Colin被派来香港执行危险任务 告别太太和两岁大的儿子Steven 当时Marine刚刚有了第二胎 本来想着很快就会相见 他来香港几天之后 北角清华街就有一对小姐弟 被左派暴徒炸死 8月24日 商业电台播音员林斌和堂底林光海 也被左派暴徒林建游活活烧死 Colin完全明白香港形势有多险恶 香港历史档案馆 并没有Colin的殉职报告 6、7暴动历史也支离破碎 回复1967年 是香港警察最崩波的一年 相关影像只剩下21秒 左派暴徒的作案情节更离奇消失 得到全香港市民的称赞 也得到全世界各地人士的崇敬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我们找到港英政府写给英国外交 及联邦事务部的明码电文 用弹药专家来形容Colin 殉职的英军被击入史册 档案被妥善收藏 公众可以查阅 历史被记住 Colin的太太Marine 独力照顾两个子女7年之后 改嫁移居纽西兰 在丈夫逝世43年之后 英女王尋访到Colin的家属 并且将伊丽莎白十字勋章 即是颁授给殉职英军的最高荣誉 送到纽西兰 肯定Colin Workman的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